第27季第10集 刚刚玩完《B型金刚》 我们继续玩《B型金刚》 我们好像早两天看完《B型金刚》 劇头了 马上关机 比起之前的观感已经好了很多 我简单地说 这部《B型金刚》是可以的 你说很好看 不算是可以的 我唯一想是 如果男女主角再 好像完全明白 你纵使是一个历史学家 你也可以很漂亮 我要说的是这么多 大家明白 好 即是回来了 今次其实 这部电影的主角 似乎不是Opperman 就是Evash 幻影 今集的主角 没错 这部电影的主角 就是这部电影 不是这部电影 是这部电影 是这部电影 很红 应该的 基本上是由头大到尾 已经取代了大黄蜂的位置 Opperman Opperman 是 算了 我们不再说下去了 她的性格 比较像 轻挑 比较Hip-Hop 是 即是 性格 是相对二日猴的 就是她的 跟剧中 接近 车的样子 不好意思 我问多一点 她是否因为造型的关系 不可以弄得太相似 我想是 可能 因为有时候 你问我 其实车型已经是 九九十十 但是 你为了不要再给 那麽高昂的版权 就要令到她 不是太相似 是 是 就是 旁边就是 她的朋友 就是 这个 那一架 如果懂得玩 是否应该要 去买四五架 是的 懂得玩 你会玩 因为玩应该分身 那就要买几架 好 这个就是 到中段 才出现的朋友 顏色 跟以往的形象 是很不同 完全是两码子的事 四眼仔科学家 但是 里面是没有任何 科学的元素 哈哈 是的 那这架 是不是电台车 电台面包车 是 就是 人仔龟的 彩房车 是 又像上边的 又像塔塔那些 是的 如果以便形而言 这个是非常好玩的 是很直角的便形 但是有趣味 好 接着就是 这一边 戴角 反而戴角那边 有三个 其中唯一的女性角色 就是耶恩 它就是一架跑车 造型 其实有点像以前 第四五集 那个蓝色 那个武士 那个风格 当然 它变形出来 跟剧中的形象 是有点距离的 但是 因为这个就是deluxe 如果要追求高阶的形象 可能要买Studio 或者其他高端的系列 其实真的有吐槽多一点 本身 如果真的就这样看回 它们三架的变形 特别是机械人形态 其实是不算似的 但是玩起来 又有它的趣味 嗯 好 我就简单变形 变了主族 现在就是Miraj Miraj 好玩之处 就是变巧 這個位置是都十分有趣 基本上呢 整个车壳 我觉得都変烃的 都ady 全变形 大家类主要定一种 是 Siegats 大家可以 如果说变形 其實這個夜鷹是否跟環影是差不多呢? 是,差不多 是不是打算挑戰夜鷹? 我來試試的 是誰呢? 不是,我還沒變過 不要緊,你試試 其實正路來說應該不用看說明書 摺背包就摺背包 對著變形金剛之父是沒得贏的 再拍這一個景觀 就是摺背包 腳的部分是挺有趣的 這個變形方法 會反到這一邊 然後就 形成了這隻腳的造型 是挺有趣的 這個變形方法 我們又來變形的時候 聲效是怎樣呢? 這個變形方法 程度上它都是反向摺背包 但是呢 就是實體的 基本上腳是特別緣 扭回前後 你見到它的造型都差七八八六 但是今次呢 DELUS的幻影是有面罩的 但劇裡面呢 反而是不太看見它有面罩的樣子 反回你的手 就差不多變形了 官方的變形呢 是叫你把手向上 但是其實我覺得 因為本身它的軸在後面 反回來 感覺上是比較貼近 氣裡面的形象 那就還有手炮了 但是不足夠的 因為劇裡面呢 有雙手炮 那就 沒辦法了 第一個就頂住 先 如果我買了兩個 或者買了幾個 那是可以這樣嗎? 但是方向不同 那就有腰轉 基本可動 都幾出色的 不過這個就 腳就沒有接力了 好 那就變成了幻影了 好 然後就變成織 這個暫時不要推折了 因為它會收到它的音 好了 好 這裡很有趣 它有一個東西 好像腰帶一樣的東西 是拿到手上的 令它的結構很堅固 整個車背 都是腳的部分 打開之後 這個 反出來就是腳掌 這樣就是它的腳部 哦 它這些變形金剛 好像沒有跟一些小的人 沒有的 這些沒有 自己可以配上一些小的人 站在旁邊 就可以還原電影的電影 它比較 精彩的就是它車門的電影部分 它是打開車門 然後可以反回去 這個是挺好玩的 然後 放一支包 哦 然後 停 車門 可以 往下 拿回手車 先 折回手車 這樣就變形了 好 反過來 兩邊一齊 有沒有高矮的 還是差不多呢 嗯 差不多 這個造型 有點粗壯 但有點肥矮的感覺 咦 它的面相還原得不錯 這個還原得不錯 那個招牌頸 四眼仔的形象 是挺出色的 那跟別人 它有腰轉 手關節 都有齊的 有些有師兄說 幻影很有著視的感覺 哦 是 有這個 同意 當然 那 Dlus 價位就比較便宜 所以它就 在不同的價位裡面 有不同的細節處理 但是如果以這個價錢來玩 都OK的 好 好 我在沒有看說明書的情況下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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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也對 很有成功感 對嗎 因為盲變 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成功感 對 最有趣的是 夜欣的 定封翼就是把劍 這個就是他的劍 這個就是他的劍 然後拿著 雖然 略為短一點 哈哈哈哈 放著定封翼 放著定封翼 這兩個位置就是一個爪的形態 他的樣子完全不像 哈哈 老老豆豆 在劇中 夜欣是非常之有型的 吸引的 是 其實是 我是 除了阿屎之外 只有三個女角色 但是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哈哈哈哈 甚至乎他挺好抽 對 非常好抽 而且是飾飛的 摩神 這是什麼 摩神族嗎 其實是孫狂牌 不算 他是獨角獸 Unicorn的 直屬 直屬 對 雖然今集 壞人少少 但是 都夠抽 尤其是 瘟疫的描寫 是強 對 沒錯 好 非常棒 除了今次三個摩神 今天就好像派架 對 對 對 看著變形金剛 畫面金剛 就最開心了 很難 一邊看一邊變 你會給我 今集是OK 和戰鬥畫面 和特別的變形 很實在 很硬正 很硬正 你不會看到 你猜不到它怎麼變形 你今集看 大部份角色 都會有一個 很流暢的變形 讓大家看到 對 而且不劇透 但是Mirage 是有驚喜的 非常之有驚喜的 對 記住戲院看 好 那就緊要 待會再見 拜拜